我姓林,名字叫祈祥 目前在五分埔从事女装的批发 服饰批发 我们夫妻共同经营 也经营了二十几年了 我有两个小孩 一个金玉幼 两个人都是在教会这边服饰 跟影响这样子 大概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 就是一般所见的家里有一些 把神做啊,拜拜啊,之类的 所以我从小也是有这个习惯 看他们常常来教会 就感觉他们好像有一点点觉得 很多事情有慢慢的慢慢的 在往好的方向走 然后像我以前做生意 也都是在初二十六也都会拜 那自从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也就没再拜了 在2023年初 家母因为生病过床 需要专业的照顾 她入住了双眼安养中心 刚开始她是有一点抗拒 那不过因为就是住了之后 双眼安养中心的一些人员啊 给她很妥善的一些照料 跟她一些可能言语上行动上 还有里面活动的一些 氛围什么让她觉得好像慢慢接受 那本来她因为生病 就一直觉得说她好像拖累了我们 所以心情就很差 她甚至是有忧郁的状态了 到了大概一两个月后 有一次我们去安养中心探望她 她开始就变得心情就很好 然后跟我们很开朗的交谈啊大笑啊 就觉得她整个人好像就充满了那个喜悦 是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的那种喜悦了 那我想说这个 她因为接触双眼安养中心这些 那这些她们都是基督徒嘛 那这些神带给她的那些改变跟那个力量是 让我感受到很强烈的觉得说 这个基督徒是带给我们家一个蛮大的帮助 然后跟保护啊温暖之类的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 我是应该 差不多应该是要 是要接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的 那她去年的五月份 就是急性肺炎 然后就走了 然后我觉得神安排了很刚好的时间 就是让我们兄弟姐妹轮流照顾她几个小时 然后她该讲的话 该教到的事都有讲到 然后想讲的话 想见的人都有见到 而且这两三天她几乎没有什么痛苦 她还可以跟来探望她的亲友 有说有笑 她只是比较喘而已 然后大概在第三天她就 神就送别了她 然后我想说她走的这几天 她几乎是没有什么痛苦啦 然后我就觉得很安慰啦 那最后她甚至在走之前叮咛我们说 她要用基督教的方式来做一次她那个告别事 那我想说 哇她拜了一辈子的神佛 竟然在要走之前叮咛我们用基督教的方式来做告别 虽然音箱有带她来的好多次啦 不过她其实持续是有在拜拜的啦 因为她从小就是这样过 她不是美到什么节啊 祖先啊 她一定要拜 那她最后她叮咛我们用这个基督教的方式来办的话 那可能是让我觉得说这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勇气跟爱才有办法做这个决定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神在其中运行 那让我觉得说更坚信说那好 那我应该是要成为基督徒 然后更让我想要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 我妈去年5月3号走 那我准备在4月底收洗 然后我5月3号再去基督教平安园看她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开心的跟她说 之后我们彼此不用再安静说 以后不会见不到面 我们以后会在天国再相见 我觉得这一刻真的 我相信她到了安养院的时候 我觉得先生应该也自己 有开口向上帝求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应该有很多东西是她求来的 那我们也求对 就是婆婆她的生命在那里真的改变了 虽然很懂 照年安养中心真的可以把一个瘦弱的老人家 35公斤照顾到43公斤 胖了8公斤 50几天的日子胖了8公斤 但是也很快就是隔天她就急诊 急性肺炎 但是其实很奇怪 她只是说她喘 就是这样 那进去就是一斤肾上的滋意 但是她这个过程她还是开心的 她还是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要回来养院 但是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很担心 我们是担心的出现 但是我婆婆却是很安慰我们 我说妈为什么会这样 她说怎么会有事 给她做就好了 给她做就好了 对不对 给她做完白就好了 我说应该是老天爷或者是符咒 诶诶 这个落差真的很大 给她做就好了 一直都给她做 然后我心里就在想 成了 就成了 就是 婆婆用生命 来传 那个道给先生 然后给她一个很美好的结束 她怕的东西都没有出现 都没有发生 对 也不记切 不什么 拆管什么东西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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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 有幸她是清醒的 因为她清醒才可以拒绝 她如果是昏迷 可能就直接交付病房 对 所以她很 这样子很喘 但她很有力气的拒绝 很明确的拒绝 对 所以这是 她的勇气 她面对死亡的勇气 还有 她最后的那一刻的 那个相信 对 很感动